这个女人是满清国最尊贵的中国 可她却有一个日本名字 在法庭上她亲口说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清朝覆灭后 她的父亲为了能拉拢日本势力 便将自己的女儿送给了日本人当养女 并改名为川岛方子 到了日本后 方子每天训练 因为她肩负着父亲满清的众人 甚至父母在寄给她的信仰 也不忘提醒她的使命 长大后的方子因自撒爽 可因为常年深受日本文化的习义 方子渐渐忘了父亲的遗志 长大后的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 并且找了个日本男朋友 可就在方子决定嫁给自己的初恋时 一心想要利用方子达成自己称霸北平野心的养父 却把她许给了蒙古王子 晚上她因为此事跟养父大吵了一家 养父为了让方子彻底成为她的政治工具 居然做出了更过分的举断 她将方子给欺负了 第二天一早 方子如同变了一个人 脸上的笑容已经没有了 拍了一张照片 便算是给自己的少女时代做了告别 然后剪掉了长发 换上了男士西装 她知道现在只能和男友分手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 她还朝着自己腿上开了一枪 像是给这段恋情画上句话 好在伤势不严重没有生命威胁 但方子却以死相逼 让医生给她做绝育 她要断了做母亲的念想 可就算是这样 方子也摆脱不了嫁给蒙古王子的秘密 1927年方子嫁给了蒙古王子 婚礼上方子面无表情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新娘 方子本想借着蒙古的事业 帮自己实现复兴的愿望 结果发现王子就是个空架子 于是在新婚不到三年 便与王子离了婚 他再次回到了日本见到的样子 此时的方子再也不忌惮这个糟老头 刚见面就将自己所有的委屈给发泄了出来 他认为男人都靠不住 想要复兴满清 只能靠他自己 于是他孤身一人来到了上海 但刚下车钱包就被抢了 好在一个叫云开的男人 帮他夺回来了钱包 然而也正是因为此次相遇 开启了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 这个女人明明是满清国最尊贵的哥 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女汉奸 他在日本受到不公的待遇后 却将仇恨怪罪到了自己的祖国头上 他为了口中所谓的振兴国家 来到上海 凭借着自己满清格格的身份 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而他也精明地利用自己女性的身份 与关东军总司令云野勾搭上了关系 他让云野对他充满了信任 很多重要情报都交给了方子 在方子的情报下 日军发动了918事件 同年 普仪在东北筹建满洲国 但身处天津的皇后婉容却不可过去 于是方子主动请命 利用自己的色相 将婉容勾引的神魂颠倒 最终被方子带回了东北 有了这次的立功 方子被日本提升为安国军总司令 方子穿上军衣顿时风光无限 可就在颁奖典礼上 一副熟悉的面孔出现 正是方子的初恋山家亨 当天晚上方子就绝绝写情缘 但山家亨并没有原谅方子当年的背叛 一直对他冷嘲热乎 正当方子负气准备离开时 山家亨却叫住了他 他想让方子放弃现在的一切 然后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可是方子并不愿意 隔日方子在戏院看戏时 突然发现台上的美猴王十分眼熟 那人不正是自己刚到上海时 帮助过自己的男人云开吗 方子第二天就将云开约到家中 云开一看到他正是那个 让自己难以忘怀的女人 一时间激动起来 两人似乎也有说不完的话 方子也将自己的经历讲了出来 可当知道方子的身份后 云开却突然脸色大变 因为云开是革命党 而方子对他来说就是卖国的汉奸 两人注定不是一路人 就这样 两人的重聚就这么不花而散了 但为了能让云开给自己严美猴王 他竟直接将戏班搬到了家里 用戏班子的人威胁云开 看到自己的同僚被欺负 云开只能扮上妆容 为方子表演 但没过多久 方子就喝醉了 看着烂醉如泥的方子 云开愤怒地抹花了脸上的妆容 随后就转身离开 安国军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很快就攻占了热河 但方子的强大让云野感到了威胁 他派人暗杀了方子 好在子弹只是打中了肩膀 并没有生命威胁 在方子住院时 云野趁机以方子受伤 唯由撤掉了他的职位 方子飞进半生所得到的一切 却在这一刻变成了一场空 这个女人从床底拉出脸盆 慌乱的邪恨脸 接着简单地理了理头发 又从墙上抠下一点白灰 荡成脂粉涂抹在脸上 随后又拿出一张红纸 放在嘴巴上抿了抿 做完这一切 他透过盆里的倒影 看看自己的模样 却什么也看不出来 女人气急败坏地打翻了脸盆 最后 他一脸忐忑地来到了探望室 来和自己的救情人见最后一面 看到男人紧紧地盯着他看 女人羞愧地将脸转向了一边 他不想让爱人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可男人却不是来跟他叙旧的 而是来审判他的罪行 女人名叫川岛方子 他是满清最尊贵的哥哥 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和出色的能力 他一手策划了黄孤屯事件和918事件 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史上最大的女汉奸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方子被指控为大汉奸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回去问问你们上司 现在这个政府的首帐 有多少是我的属相 你们这群小龙龙 别人让我一起说话 然而随着证据一张张地上 方子的罪行也全被揭露出来 方子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户籍 我是日本人 你们没有权审判我 户籍一到 你们就得立刻走回日本 几天后养父寄来的信 但里面却没有户籍 原来当年父亲送方子去日本的时候 并没有将户籍转到日本 方子从史智中都是中国人 最终方子的罪名全部成立 他被判处了死刑 直到刑刑当天 听着执行官宣读着他的罪名 他也只是不懈地嘲笑了一下 直到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 方子突然间感到了害怕 他挣扎着想要挣脱束缚 可在片刻后 他又安静了下来 似乎是接受了自己命运的结局 自嘲般地苦笑起来 随着一声枪响 川道方子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